不曉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唐明皇呢 他的扮箱有点特别 他其实装扮啊 脸上化的很像是小生的装扮 唱的呢也是像小生一样 有本嗓有小有假嗓 来这个一起来运用的 可是他又带了一个大胡子 那可是看起来呢 好像一般看起来老生才会带胡子 那我们的这个小生 唐明皇怎么会带起胡子来呢 其实因为这是一个 我们在我们昆曲行当里面 小生行当里面一个 其中的一个家门 他叫做官生 有人写作做官的官 因为这样打扮的人呢 要用这种角色身份的人 他通常是有这个 有公民的身份 就是有做官的 甚至是皇帝等等 所以是官生 或者是另外一个称呼叫官生 就是戴若冠年华的冠 戴帽子的意思 因为他们是有身份 有地位的 有公民的 所以他们可能都会戴官帽啊 或者这个皇帝的九龙冠 等等等等 所以呢 这有一个特殊的这个 这个一个扮相 就是一个小生的扮相 又戴个胡子 而且呢 唐明皇呢 可能也因为 他是比较一个风流天子 大家都知道的 那他跟这个杨贵妃的 这个主要演绎的 也是一个 浓情蜜蜜的爱情故事 用老生来扮演呢 可能也是总觉得那么一点点的 不是那么的合 那所以这个唐明皇用这样子一个官生的扮相 跟演唱的方式 其实他已经是到了比较大的年纪了 他还是一直是用这个官生的这个扮相 跟行当来演出的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第三组的小宴 是由我们的 余美玲 庄秋梅 黄碧霜 林慧慈 柯慈怡 五位学员 为我们带来的演出 请大家观赏 请大家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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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一切一切 一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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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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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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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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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